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你看人报纸 人家的标题叫纪念我的弟弟小波逝世十周年 被方拿来一念 怎么纪念我的小弟弟 你就看出他这个神采 我的注意力场是在这方面 是不是 对这样你觉得生活很happy 是吗 对 真的是很愉快 有一点遐想 是 想的都是美事吧 没错 你说这个五一假期 何导师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做新闻的人 所谓的假期是什么意思 不看新闻就算假期 你能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不看报纸 于是隔绝不看新闻 因为我们天天看 你知道吗 都看恶了 不看新闻就是假期 结果一上班哗啦一嘎报纸 这新闻好 灭门惨案 你知道吗 在赵庆 配方你这家庭专家 你就可以现在引起的讨论 说现在中国这社会 其实是个案了 但是大家爱聊一聊 就是说知恩图报的传统没有了 就是说那一对 我看这俩小子 一个是个抢制戒毒的 或者就犯案 还有一小子 他杀的这家人 曾经供过他上学 天哪 这叫恩人吧 恩将仇报了 恩将仇报 拿着刀 跑到家里 两个妇女 一个小男孩 一个小女孩 照纱布 照纱布 先逼着你啊 拿着存折 逼着你说出这个什么了 密码 密码 然后呢 把这手机 手势拿了 真的用这个存折去取了 你说他就为了多少钱 大概 如果没记错的话 也就三万多 对 现在啊 觉得做这个好事啊 都是有风险的 没错 像我知道我们这个 娱乐圈啊 很多演员啊 也收养了一些孩子 供他们上大学啊 给他们一些资助啊 恩 最后都变成仇人了 恩 为什么 对啊 就是说你 他要的很多 对他要的多了 你给的不够 你要从小学读到中学 中学读到大学 大学不够了 对 又要当班干部 班干部呢 又要找这个资助人 你得给我报电话费 哎呀 就你不给 不给就骂 就变成说你有钱 你该 你啊 像欠的一样 你该给我 其实这个 我觉得太乱了 在南方呢 你刚才几万块 南方还有一个 是几百块钱 有一个16岁的少年 已经是饿到快死掉了 然后小摊贩的夫妻 就收留他 他看到柜桶有钱 做了几天的工 就把那夫妻杀了 柜桶的钱就拿了 哎呦 天呐 是 真的是 收养个狗都还比较好 收养个狗 对啊 对 我是觉得 你像现在这一说 哎 说你现在要说这种事 说多了也不好 因为呢 就搞得好像大家觉得 不应该帮助人 对 不应该做好事 对 可是你现在的确是 有的时候你说你帮人 我 我的朋友也有这个 你这个车不是你撞的 你把人家送医院去 结果把你全家人 把你给摁在那了 对 反而一口 这东西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开解 所以你翻开报纸 我每天上午先我看个报纸 每一天365天 每天报纸上都有什么的 杀人 而且呢 大部分新闻呢 都是家里人杀家里人 什么妻子杀什么丈夫啊 什么啊 什么杀孩子 这种是家暴 对啊 才会杀老公 对 这个配方有研究 嗯 如果说很多时候呢 那有的时候是妇女被长期的性虐待 然后老婆实在没办法了 只好把她杀了 可是因为她不懂得怎么诉诸于法律 非得性虐待 老婆才要铤而杀人 如果是一般的虐待 老婆就能忍是吗 一样啊 都是跟性有关联的 什么就都是跟性 对啊 因为老公最后还是要性啊 性的一种发泄嘛 然后他老婆可能跟他的配合不好 或者是他有的男人 他是用暴力来达到一种快感 对 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你说夫妻之间有这种家暴 还有那种情侣之间分手啊 也有很多的仇杀情杀 所以我的一个观点 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你在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 你要看他的眼神 哦 嗯 如果说他的那个 他是会有暴力倾向 是会有毁灭性的话呢 他的眼神一定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他会这样子 那那个眼神呢 就和导的眼神 差的不远吗 差的不远 他的那个眼神很可能是好像很迷离 你看那种什么人肉叉叉包啊 那种那种杀手 他的眼神 你看电眼看多了 可是是真的 是 是真的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认识 在一些场合认识新的人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注意他的眼神 第一 稳不稳定 有没有精神的问题 状态 有没有好像情绪不稳 哦 有没有暴力倾向 都要非常的小心 怪不得我看配方跟男的吃饭 就是大眼瞪小眼的 紧紧的盯着对方的眼睛看 是发现秘密的哈 当然当然 甚至于我都还可以发现 他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比如说 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性癖 哦 这你都能找着通道 我都可以发现 因为我不偏好 所以我会 我会很注意 免得被他拖下水啊 有这样的事吗 有 时间还够说吗 说说说 对方带来的海外奇闻很多 这个因为有时候 我们也着急想要认识对象 然后很多场合 我们可以认识到条件很好的男士 可是呢 有时候我们就会在想 为什么他条件这么好 然后他是单身 就像我们 我们也会被人家怀疑 我们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会着急的想要嫁出去 因为我们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这个男的呢 他可能吃饭的时候 就这样一直盯着你 盯着你 这样 好像在看个什么东西一样 他的脑子里已经在转了 他在转的同时呢 有一天如果你跟他交往的话 可能会被性暴力 性虐待 或者是性的伤害 或者有一天 你要跟他分手 他可能就会杀你 或者是伤害你 所以你看 交往过正嘛 为什么你今天还嫁不出去呢 我安全呢 其实啊 那个男的水散光 你怎么看不清楚 所以老想看清楚你 太可怕了 他说的这个是 你现在就觉得啊 这个人都疯了 我现在觉得 就是出现了 就动不动动刀杀人 而且上次的那个嘉宾 叫小秦的嘛 他到女子监狱采访过 就发现女的杀人 大部分都是冲自己家里人下手 就是不是女人最容易 就是这种家庭的这种恩怨 而且呢 还往往就是像佩芳说的也对 常常是老公先打他 虐待他 我记得那年去年嘛 在东北不是有一个 挑断老公四根打筋的 对对对 那他老公打他 打的他实在没辙了 最后把他老公捆起来 其实我也见过那个 那个那个老公被打的 我小时候啊 我住那个胡同里面 我们有一个邻居 就是我印象特别是 那时候我刚刚上小学 就是经常放学的时候 就看见这个女的老婆 这个铁锹棍 追打 真是沿街追打 追打打的 第二天俩人又好的不得了 后来文革的时候呢 这个女的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 就觉得那个男的应该太幸福了 天天有痛苦 他也是被虐沉袭了 对就已经就是 你说长期的被虐 就是变成一种习惯 这个我倒是不懂啊 因为我以为说女人被打之后呢 两个又好了以后 是这个女的呢 他先讨打 先讨了苦头吃 讨打 现在是什么事 真的 然后呢 男的会给他填头 他为了这个填头 他忍受前面的苦头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说这个男的 他也是讨打了之后 他的填头 难道老婆也给他什么填头 那肯定也有吧 我估计 所以才愿意被打 是不是这样 也是 其实有些东西是被打和打人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有遗传因素的 你比如说 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同学 就是他就比较暴力 实际上是我觉得 因为他父亲是 打妈妈的 对 他在那个互相打的那个环境里长大 所以他长大了以后 他也打他的孩子 习惯了 就变成了一个从小的那个印象 被世袭下来 没错 就这个暴力倾向 对对对 这好像在台湾 我们还听到好多都是这种家暴 我觉得你说跟台湾这个父权社会有关系吗 还是有关系 很多妇女呢 她会认为说 被老公打呢 好像是自己不对 所以被打是应该的 或者是这个男人在打你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理由 就是我太爱你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看你 然后你被人家看 被人家喜欢 是你的不对 所以要打你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才打你 是是是 对对 所以女的会觉得说 你因为爱我才打我 那好吧 那去打吧 越好忍受 越打越开心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何点说说 其实现在我觉得杀人 年轻的岁数小的特别敢下手 特别能下得去手 我后来在想 是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太受宠了 比如说台湾就有一个情杀案件 一个初二的女生 跟一个初三的男生谈恋爱 后来要分开 男的不放人 然后呢 这个家里头的爸爸就想 那女儿很危险啊 要把他带出国念书 然后去到学校办那个 那个是吧 离开学校的那个手续啊 这个男孩往他爸爸身上打啊 你分开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爸爸就觉得说 哇这个男孩真的是很有暴力倾向 这还不打不打紧啊 他找了一个好同学 仗义啊怎么样 后来找到机会把女的按在地上 同学负责按在地上 这个男孩负责拿刀子拼命的刺 我爱你啊 我爱你怎么可以离开我 最后还是被杀了 女孩被杀了 女孩被杀了 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 他无法承受被拒绝 你这我这个现在就挺难理解 就是咱们在许多电影里啊 看到过这种 他们说像在英国都流行 包括中国社会也有 就是现在的中学生 你发现最近在网上 中学生殴打中学生 特别是女同学 要把一女同学扒光了 拿针扎 拿烟头刺就这么打 然后手机拍了 那个那个那个贴到网上 就是现在的这个英国社会里 有一个社会问题吗 就耳光挡 就是说 这中学生上去 二话不说 啪啪就耳光 其实这我想起 我小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 有时候你就看见 仨女同学 堵的一个女同学 堵在学校双杠那个地方 就打他 可能是因为 跟男同学争宠啊 他看了哪个男同学一眼呢 什么 翘了我的马子了 或者是 有这么一些 竟然抢了我的男人 这种 这个暴力的这个 倾向 我觉得现在 其实女性的身上也挺多 有有有 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 我原来用过的一个女演员 当时很小 你说我讲的另外一个故事 当时是小孩 后来就上了中学以后呢 初二的时候就被 高年级的喜欢上了 有两个 一个长得帅哥 一个是难看的 这两个呢是好朋友 都追求他 最后呢 那个他喜欢上那男看的了 那帅哥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对 一朵鲜花插牛粪上 对 就找这个 男看的就 就讲道理 就就就问他你 就为什么喜欢你 不喜欢我 对 那个孩子神话都没说 拿刀把那杀了 谁谁 丑的吧 丑的 把帅哥给杀了 哎呦天 然后这女孩就自杀 就反正就弄得 就是我觉得都是十五六岁 都是很极端的 一种表达方式 而且没有什么说的 就我们在底下聊 就说 就不能复杂了 用这种暴力方式是什么呢 是最快的 最简单的 他承受不了复杂的 就是我还得跟你商量 我跟你跟外交似的 那么谈 不行 说不过你 我不说话了 下手了 那就是没有 没有后果性的考虑 不考虑 你像咱这个 我觉得我从小就这样 我拿起一把刀 我得想到以后一年的事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理智 会拉回来 那个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有一个女孩 她在医院里面工作 是个护士 她患了好几个医院 就为了躲她的前男友 最后前男友 还可以拿着西瓜刀 一过去 就是颈动脉就一割 在医院都抢救来不及 哎呦天啊 你 我就觉得不明白 你爱人爱到事的样子 人家没有快乐 没有幸福啊 你知道有的时候 女的 反正 当然可能男的 也有机会碰到这种女的 女的碰到一种男的 特别的倒霉 其实在咱们内地 法律上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我记得这要在香港 他们说这叫缠绕 缠绕罪 你知道吗 你听好多女性 都会跟你讲 你不信 你碰上一男人 你不喜欢他 或者你们分了手了 哎呦 那个不依不饶 那个纠缠 你知道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呢 他跟踪你 你做几路公共棋车 他一直跟着你 你怎么办 发展到你进了家门 邻居到半夜 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这男的就能在你们家门外头 喊着你的名字 郑北方 郑北方 就散门 散门周围邻居说 你就怎么回事 以为你们是小两口谈恋爱 你别吵我们睡觉 没错 行 这女的没办法 打开门 进来 进来这男的拿手中这烟头 啪就弹着女的脸上 就干这个 然后后来你没有办法 因为我有的朋友遭遇过这个 就问律师 说这怎么办 律师说 讲老实话 这有几个 你要去找公安局 他在对你构成伤害之前 你说他能有多大罪名 教育教育他 或者怎么着 所以说一般人选择 说找几个人揍他一顿 但是那律师说 你要这样 你要当心 因为这种人有两种 一种是揍了就老实了 怪了 但是再一种揍了 就是彻底撕破脸了 谁知道他会给你干出什么事 烦死你 你知道吗 就这样不依不饶的 你像刘德华那个 你不跟我见面 我死给你看 你说你怎么办 都跟他没什么瓜葛 都可以被赖上 所以有时候 人家说什么 好女怕蝉狼 我的概念 好女怕蝉狼 可是我的概念 就是说你一定要摆出很坚定 还有很倔强 很坚强 那个男的呢 他看你是这样子 他也会觉得 怎么讲 知难而退 我讲一个例子 台湾有一个明星 就是说有一个男的 他专门纠缠明星 他纠缠每一个女的呢 都被他纠缠好几年 你不爱我啊 什么都是台湾 早期了 我现在也讲不出名字 你不爱我 我就在你家放火 把你的门都给烧了 好在你家说要自杀干嘛的 好啦 有一次好像是纠缠到活音梦 结果人家的妈妈怎么样 二话不说 拿个烟红缠 我去你妈的 你少跟我来这套 人家就知难而退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要让他知难而退 你如果一直退一直退 一直躲一直躲 配方你不是主张 以报靠 以报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你要对他恩威 并施 软硬都来 怎么能软硬都来 他那么一疯狂的人 你怎么能对他软硬都来 就是说 当他在疯狂的时候 你就安抚他 可是等到他被你安抚下来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 这个背后的厉害关系 天哪 真的 主要是得观察眼神啊 看是不是 没错 我觉得还是 然后在小指引进 对 精神上的 我认为还是有疾病 有有有 对 他这种人是有一种 所以都从眼神 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就觉得啊 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不管他有没有疾病 老实说 叫钻牛角尖 就是说啊 我们有时候 我们自己就会犯这个毛病 把一件小事啊 看得太重了 你知道这是强迫症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强迫症 你控制不了的 你知道这不对 对吧 我没了他 我也能活 是吧 天涯何处 无芳草嘛 这个 那为什么 但是你没办法 你就就就像梦眼一样 眼住了 哎呦 梦里也是他 睁开眼也是他 最后这个东西 真没办法 有的时候 我们女人会不甘心啊 的原因是什么 觉得被耍了 被玩了 被欺负了 一口气 不顺了 嗯 所以呢 有的人会跑到办公室去闹 对不对 跑到对方家里面去搞 对 女的有时候也有问题 哎呦 真是不给你那脸面呢 这就跑你 因为他自己也可以不要脸了嘛 对不对 因为他的自尊心已经被刺伤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女的比男的豁得出来 经验上 就男的咱们不可能说是到女的办公室去闹去 也有 这个也有 太少了 但是我觉得到那个女的这种什么脸都不要 所以 所以不管男的女的 我觉得你要谈对象 你要谈感情 一定要对方呢 是非常的自爱的 非常的重视 自尊心 尊严 面子 或者是什么 什么 如果他可以不要面子 他可以不要脸的话 那他什么都做得出来了 那有时候隐藏的很深 看不出来 那就是要观察 眼神 又来了 我又拍到 你有没有被逼到那种歇斯底里的时候 是人家要 在男女关系当中 要爱我还是我爱人家 反正就是在你的男女关系当中 你有没有逼到那种 要 要不行了 要抓狂了 要抓狂了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 我就提醒自己 这个脸丢不起啊 那时候还是要要脸面 当然 当然 所以你一定要 要有冷静的方式 是是是 让自己平衡 他说算了吧 对 行 配方 要脸的女人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人配方一般的名言 女的跟男的 怎么着还不算敌人 真正的敌人是女的跟女的 是吗 女人为难女人 这个台湾就也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对夫妻 这个男的呢 外遇的女人呢 五十几岁了 然后呢 就要分开 就是说那个男的 要跟这个女的分开 那个女的也不放人 后来这个 不放人 就是绑架嘛 真不放人 我不放你走 对 后来这个男的得了癌症 老婆知道他有外遇 可是呢 这个时候老公得了癌症 他就只好去照顾他 对不对 人之易尽嘛 夫妻一场 好了 这个外遇的这个 五十几岁的女人 竟然到了医院 你知道他对付谁吗 这个男的跟他分开 他对付的是这个老婆 他拿流算去泼人家 你自己是外遇不对 人家 那个老公生病了 人家在照顾你爱的人 对不对 你还去泼人家流算 你说这什么跟什么 是不是女人为难女人 我怎么听着你 这个又是什么跟什么呢 我知道一事 我觉得也挺 也挺有意思 挺奇怪 就是两个女性的同性恋 一个呢 就是一个爱那个 就爱的不行 那个其实其中有一个呢 是有点双性恋 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偶尔可能也会有点什么事 对对对 哎呦那女的 那个就不行了 哎呀 那就疯了 就完全不行了 所以往往是同性恋 他是单一的时候呢 他因为他认为 我那么的全心全意 你一下爱我 一下又爱男人了 这这是算什么 我又给绑在屋里 那个这个绑在屋里 不让出去 哎呦 这个我 我我我觉得 我最近看一电影 法国的叫肥皂 我觉得他这里边 讲的那种处境 就是俩邻居 一个邻居呢 是个老是个男的 但是老觉得自己是个女的 最后做了变性手术 另一个邻居呢 是一个女的 是个异性恋 但是在男人那里 屡屡失望 最后就不想跟男人一块住 就自己住 两个人就发生很多故事 互相照料互相照料 产生了爱情 可是你看这种东西 就是两个人很相爱 但是相爱到某种程度 俩人就开始脱衣服 这是人类的本能吗 然后这个女的 就把手伸到这个男的 所谓男的这个大腿里 撕一下撕下一张胶纸来 原来这个变性人在动手术之前 他贴着 当时一下俩人 你知道我觉得这种界限 就是怎么 怎么办呢 电影最后都没有一个解答 只是说爱能战胜一切 但是是不是 你们怎么相处 还是说那个女的异性恋 能变成恒性恋 这个男的实际